歡迎回到獨立特派員的節目現場 接下來要帶您關心的是 不同領域的台灣之光 2017年的全球道路成就獎 在杜拜舉行頒獎 得獎的包含歐亞大陸之間的海底隧道 拉斯亞到林芝海拔 三到五千公尺的高速公路等大型工程 不過研究類的唯一首獎 則是來自台灣的JW生態工法 一個小小的透水鋪面工程 為什麼會獲得評審的青睞 發明人陳瑞文他出身工地 傳統工法總認為道路必須要夯實才能穩固 但是他心中始終有個想法 台灣的氣候多雨 只要一有好雨 各地就會有淹水 甚至好雨成災的情況發生 傳統做法的航式道路容易積水 但如果在道路下能夠蓄水 這樣既不浪費水源 又能夠解決積水的問題 不是很好嗎 這個信念讓他一邊工作 一邊研究了三十年的時間 終於發明出這項生態工法 這個生態工法不僅讓道路能夠呼吸 還能在道路下建立一整個生態系 一起來看看小小的鋪面有什麼大驚奇 記者樓亞軍 李金龍的報導 道路會呼吸 夏天能降溫 暴雨不積水 路面下就是一個蓄水庫 歷史跟歷史間有三十趴的溫水量 那我們加上我們的水溝裡面的儲水槽 那這樣算起來跟專家一起算起來 應該有七十噸的水 沒有排水溝 杜絕登革熱 以前在這個時候教室只要一早上來 教室都是蚊子 因為樹很多 蚊子要找一些比較溫暖的地方 所以晚上就會飛進教室裡面 那現在不用 現在早上來 學生都沒有再刪蚊子 顛覆傳統道路思維 台灣發明 世界發光 因為他們的建設是把土壤夯實 他們讓土壤死了 那既然是一個死的東西 它就會爛 那這台灣生態工法不是 我是在讓整個道路底下是活起來的 是一個生態系的 二零一七年全球道路成就獎 得獎的十個案子都是氣勢磅礡的大型工程 分別在環境改善 道路設計 施工方式等領域拔得頭籌 只有這個小而美的案子獲得研究類唯一首獎 它是來自台灣的生態撲面 會呼吸的道路 這項工法的發明人陳瑞文 從2015年開始 連續三年獲得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的演講和參展邀請 這項設計獲得多國競相邀約 希望取得專利技術 什麼樣的設計可以讓道路在暴雨時不積水 下雪不結冰 還可以顛覆傳統在道路下除水 空氣會在這邊做循環 然後下雨的時候 雨水會經過這個空調層 然後進入除水層 然後再進入土壤 照土壤這個地方 來儲存 我們需要水的時候就可以使用 因為他們的建設是把土壤煲死 他們讓土壤死了 那既然是一個死的東西 它就會爛 那這項工法不是 我是在讓整個道路底下是活起來的 是一個生態系的 推翻傳統觀念的就是這些碎石 位在台南市的天主教黎明中學 校園裡正在進行這項鋪面工程 這邊不含極配 只有碎石層的高度就大約是四十公分 如果含極配的話 它大概是六十公分 那這個就能夠吸納很多的雨水 可以防止水災 當暴雨來襲時 大量的雨水可以從透水鋪面流入地底 主流在碎石層 慢慢過濾後 再入腎到下方的土壤層 每年夏季大雨 學校總是面臨積水困擾 第一期的生態鋪面完工後 立即驗收成果 剛好五月做完 那七月份剛好大約我穿那幾張照片給你了 就是那個 大哥那時候 那時候就感覺到說 哇 這個很有用 因為當外面在淹水的時候 我們學校裡面沒有淹水 另一項顛覆傳統道路觀念的就是地底水庫 最後藉由這些埋設在碎石層中的倒水軟管 將雨水蒐集到儲水箱寒 再匯入地下水庫 整個雨水蒐集的路徑都在地表下進行 這邊四間 這邊前面那邊也四間 所以總共八間 這是二期的部分 那剛一期那邊也有八間 所以就地下全部都是 我們現在學校目前如果飽和的水大概可以九百八十七噸 一天用五十噸 我們就可以用到將近三百多天了 這個數字還不包含碎石層中 以及入腺到土壤層的水量 環水餘地的好處 在繫紙禮門裡得到了大自然的實證 這條數百公尺的生態道路 地底下別有一番乾坤 歷史跟歷史間有三十噸的溶水量 那我們加上我們的水鍋裡面的儲水槽 那這樣算起來 跟專家一起算起來 應該有七十噸的水 2015的乾旱年 這裡連續三十八天沒有降雨紀錄 但是花草樹木仍舊持續攪灌 玻璃玉工算已經遠遠超過應有的蓄水量 我們已經用了一百三十噸都還沒用完 原因從哪裡來 最後想一想 原來我們的水是流到地層下面 那地層保有老天給我們的乾淋 沒有讓它 讓它會去掉 那地層給我們的 等於說它吸收到地層下面的時候 當我們吸水的時候 它又回流給我們 鋪面孔洞除了吸納雨水之外 更是讓地表呼吸的毛細孔 一般柏油路和生態鋪面的地表溫度至少差了九度 炎炎夏日走在這條會呼吸的道路上 的確透著一股沁涼 關鍵就在鋪面下的結構 四管中空的結構體來自發明人 小時候清煙囪的生活經驗 在通的時候你知道 剛開始小孩子不知道這樣往下看 整個那個一通那個煙灰就上來 那你會覺得很奇怪 這個煙怎麼不掉下去還往上 產生不對等就是這樣 讓地表呼吸不但能改善熱導效應 也有助於微生物的生存 陳瑞文在這個空間設置了一個生態農場 實驗植物在鋪面裡的生長狀況 那底下就是混凝土 那這個混凝土跟下面的混凝土 中間只有三公分到五公分的碎石 底下完全沒有土打 那你說它長得漂不漂亮 讓道路活起來 地下的儲水也變成活水 我現在發覺它還有最後一個功效 就是我幫它抽水檢驗 結果檢驗出來PH值溶氧量都很好 PH值是8.3 溶氧量是7.7 應該都不錯 天球氣候變形中心柳宗敏 有幫他做一些研究 也已經發表在世界級期刊 如果透過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它的空氣的自主調節 那我相信它可以適當地緩解空氣汙染的問題 大陸正如火如荼地推行海綿城市建設 這套生態工法是指定工法之一 許多城市陸續來台灣參訪接近 來 還可以跳 好 它現在還沒有打水泥 還沒有打水泥 還沒有打水泥 它以這一塊空的塑膠架構 一個模型 一個模組 這裡已經可以承受五噸 以往透水撲面 最大的缺點就是容易凹陷 這個看似鋼筋的結構 其實是塑膠管 這麼輕的材質 有辦法支撐路面的載重嗎 只要是鋼筋一碰到水 就會氧化就會膨脹 然後水泥就會破裂掉 所以我測試過很多東西 到最後有一天突然想到說 對喔 百年不化環境殺手 我就會塑膠 那假如我可以把它轉化來用 不是很好嗎 組裝好的模組鋪設在碎石層上 別小看這些塑膠 每一組相互連結後 成為更大的結構體 穿上鋼筋 灌上混凝土更加強結構力 一般如果說人行道的話 混凝土灌漿大概五公分就夠了 它會比任何的人行道的專體都還要抗壓 都還要耐久 那我們如果一般車道的話 大概灌十公分就夠了 那如果說是要高抗壓的 甚至於有一些灌二十公分到三十公分的 有一些港口甚至於灌到三十公分 目前深圳鹽田港和台北港部分 中車道採用這套鋪面已經完工實用中 貨櫃碼頭在跑 它一定是耐重要 所以這兩個東西 目前完工到現在 大概一兩年的時間 這看起來品質上是沒有問題的 那更重要的是我們看到什麼 就是說只要是在港口邊 土壤一定都是軟落成 生態鋪面完工後完全覆蓋地表 沒有任何一條排水溝 這個特性為學校帶來意想不到的好處 但是登革熱是我們南部一個非常嚴重的 病美舞的傳遞 再加上夏天的時間 很容易就造成病美舞的出現 所以在兩年前 登革熱對我們南部的學校造成很大很大的困擾 不僅是要保持乾淨 不要積水 連絕絕都不可以出現 只要發現一次絕絕都要罰錢 無處不在的排水溝成了病美文的滋生地 再怎麼清潔噴藥 仍舊不抵疫情的威脅 沒有排水溝 蚊子難以滋生 塑膠結構的空間也不利蚊子生存 每一根管子大概都十幾公分 那我們的蚊子是水瓶飛翔的 它飛翔一定要有飛翔動力 它不會垂直 它不是直升機 所以它的管子下面蚊子是進不去也上不來 它不會交流的 所以它可以克服這個所謂的 登革熱病美文的一個傳播 黎明中學校園景觀工程 全部改採這套生態工法 學校師生也在過程中參與組裝工作 建立一個叫做環境教育的基地 那以後有機會的話 就能夠讓我們的學生 多給予機會去向更多人宣導 環境教育是這麼樣的重要 因為它在學習的過程有真正參與到 如果一條道路的鋪設 能夠還乾坤於大地 大自然將會展現它最珍貴的奧秘 極端氣候為全球及臺灣帶來巨大挑戰 不過有時候小巧創意的生態工法 也能帶來關鍵改變 現在先休息一會馬上回來